女孩扑到老师身上亲吻他 老师受到惊吓将他推开 然后温柔地告诉他 轻轻这种动作只能和爸爸妈妈做 老师的抗拒让女孩自尊心受损 他决定狠狠教训一下老师 于是他找到校长 女孩表示 老师在他面前脱光了裤子 校长一开始不信 因为老师的人品有目共睹 可女孩将各种细节描述得很清晰 校长不相信一个四岁的小孩 可以凭借想象力 将这种场景描绘得如此生动 最终校长选择了相信女孩 其实女孩描述的画面 都是从各个电脑里看到的 现在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随口一句谎言 将毁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的一生 第二天 校长喊老师来办公室 表示有学生举报他性侵 学校决定暂时停他的课 等调查清楚后再回来 老师不敢相信有学生会如此陷害他 因为他对每个孩子都毫无保留 奉献自己全部的爱 无论老师怎么问 校长都不肯透露举报者性命 不过老师深正不怕影子鞋 他相信学校会给他清白 和校长打了招呼就离开了 这天 学校的心理医生让女孩 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 没想到女孩沉默不言 并且每个问题 女孩都要犹豫一下再回答 女孩表示自己忘记了就逃跑了 这些举动 明显是撒谎的心虚体现 然而医生却认为 女孩是受的刺激太大 所以选择信以往 校长知道后立刻找来女孩父母 告诉了他们真相 为了让学生们保护自己 校长还特意安排了家长会 家长会上 校长向所有人公布了老师的罪行 家长们无比震惊 没想到平时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 居然是披着羊皮的狼 另一边 老师接到儿子电话 儿子表示今天本来要回家看他 可出门的时候被妈妈拦下了 原来校长给老师前妻打电话 说出了他在学校的事情 老师再也无法忍受了 他不想莫名其妙 背负这些平白无故的罪名 他找到校长解释这一切 然而校长嫌他恶心 不想靠近他 为了躲避他逃出了办公室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无意中校长说出了女孩名字 这一刻 老师大脑一阵轰鸣 他无法接受真相 因为女孩是他最好朋友的女儿 他对女孩给足了偏爱 他还没缓过神来 一个家长粗暴地将他赶出校门 原本受到学生和家长爱戴的老师 只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众矢之地 老师来到女孩家里想问清楚 可无论老师说什么 父母都不肯老师见女儿 这时女孩的父亲突然流下眼泪 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 老师没有想到自己最好的朋友 如此不信任他的人品 他失望地离开 就在这时 父亲突然喊住他 女孩听到动静 从房间走了出来 老师不愿意看到女孩 直接摔门而去 女儿看到老师被父亲打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晚上 他告诉了母亲真相 没想到母亲并没有相信她的话 他认为女儿受到刺激 脑子糊涂了 他安抚着女儿情绪 并向她保证 自己一定会陪着他走出阴霾 老师回到家后彻底崩溃了 他浑恶度日 违米不正地躺在家里 幸好还有儿子陪在他身边 这天 儿子到超市购物 结账的时候 老板对着他出言不逊 言语中充满侮辱 男孩忍着委屈回家 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父亲被警察带走 他想帮助父亲 却无能无力 情急之下 他来到女孩家 求他们帮帮自己的父亲 让女孩说出真相 然而他得到的是 女孩全家人的冷漠 儿子崩溃了 他质问女孩为什么要撒谎 女孩无辜的神情 让儿子越来越激动 男孩直接被父亲弟弟赶了出去 他面对如此体型的壮汉 丝毫不畏惧 他心中充满愤怒 上去给了壮汉一拳 然而男孩的力量 在壮汉面前犹如皮肤汗大树 壮汉将男孩打得不成人样 儿子走投无路 只能去父亲兄弟家求助 刚到他家就发现 这里坐着一群父亲的朋友 他们是为了老师的听证会相聚在此 原来 女孩的谎言扩散后 一夜之间跳出来一大堆孩子 表示自己都受过老师侵犯 孩子们的口供居然出气一致 作案现场就在老师家地下室 甚至孩子们可以准确说出 墙纸颜色沙发位置 然而 老师家根本没有地下室 警察调查清楚后 证明了所有孩子都在撒谎 警察为老师洗刷了冤屈 他被无罪释放 出狱这天 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庆祝着这一刻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晚上 父子俩正愉快地玩游戏 突然一块石头砸坏了他家玻璃 老师很生气 抄起棍子打算教训坏人 然而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 只多出来一个黑色的袋子 打开一看 居然是儿子最喜欢的小狗 儿子看着小狗的尸体悲伤欲绝 父亲很自责 他冒着大雨为儿子埋葬小狗 虽然警察为他洗刷了冤屈 可大家却不相信 还认为他是有后台才被无罪释放 这天 老师来超市买牛肉 老板不仅拒绝把牛肉卖给他 还对他抱错口 老师刚想解释什么 却被老板一拳打倒 过了会 他决定站起来 因为他根本没有做错什么 他只是想买牛肉给儿子做饭 接着 他拖着满身伤痕走到老板面前 拼命撞倒老板 然后拿到牛肉后 付钱走出了超市 这时 朋友在车上看到了老师落魄的模样 他心中有些愧疚 自从警察无罪释放老师后 他就知道真相了 只不过女儿不明白 谎言可以伤人于无形 他更不明白 孩子的谎言比大人的真话更可信 老师回到家后 独自站在夜色中和黑夜融为一体 过了会 他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 然后穿上西装 走到教堂祷告 今天是平安夜 村里的所有人都聚到了这里 当老师进来时 大家都用鄙夷的目光瞪着他 他没有理会 等到祷告时 朋友的眼神一直追随着老师 老师转头看向朋友 朋友立刻躲避 台上唱着圣歌 老师听着歌词流下了眼泪 他再一次回头看向朋友 发现朋友正和妻子交头接耳 老师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他知道一定是在议论他 这里的所有人都讨厌他嫌弃他 这一行为激怒了老师 他心中激压这么久的怒气彻底爆发 到了晚上 朋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坐在女儿的床边哭泣 女儿看着哭泣的爸爸 于心不忍 终于说出了真相 父亲一点都不意外 他只是默默点了头 然后给女儿噎了噎被子 过了会 他做了点小菜 带了瓶烧酒 独自来到到老师家 他看着微米不振的老师 心中无比愧疚 他将老师喊醒 朋友与无伦次 他不知道该如何跟老师开口 曾经最要好的朋友 现在却看着对方互相沉默 直到最后 朋友也没将道歉的话说出口 老师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端起面前的酒杯 选择了原谅 很快时间过去一年 老师儿子的成人礼到了 全村的人都来祝贺 纷纷给儿子送礼物 好像曾经欺负父子的人不是他们 这时 女孩出现在门口 因为她害怕地板上密集的点点 迟迟不敢往前走 老师看着他犹豫了回 走上前去把他抱了起来 送他找到爸爸妈妈 次日 老师带儿子上山狩猎 远处的山丘上出现一只麋鹿 老师正要捕猎 突然一声枪响打到他旁边的大树 子弹只差十公分就要了他的命 他看着远处朝他开枪的人 阳光无比耀眼 他看不清楚究竟是谁朝他开枪 这时 对面的人再次上堂对着他 老师害怕极了 然而 对面的人没有再次开枪 他提着枪转身离开了 老师惊魂未定 深深松了口气 究竟是谁开的枪 或许是屠夫 或许是朋友 也可能是女孩 甚至是每一个朝他恶言相向的人 其实开枪的人是谁并不重要 因为当有一天枪口掉转 也许你就会成为下一个猎物